那么差异性智商就是根据常模来换算的智商 也就是你在276页所看到的一张图上 所显示出的智商的计算方法 就是我们是用常模去算 然后算出标准分数 然后我们以标准分数的Z分数的零分 就是平均数当做100 然后标准差呢 每一个标准差给它一个指定的 比如说一个标准差就是15分 这个是卫视量表 就是这边那个你可以看到一个卫视智慧量表 卫视量表它就是一个标准差就是15分 所以如果说你的智商是115 那么就是平均数以上的一个标准差 那我就知道说 OK你的百分等级大概是85左右 就是这样子 知道吗 如果是两个标准差呢 你大概就是标就是评分 大概就是那个就是可能百分等级就是95左右 那如果说你的三个标准差可能就是99 OK我就知道 这些通通都可以知道 就这样子算出来的 知道吗 OK这样子的方法很好 离差智商看起来就没有适用年龄的问题 对不对 但是我问你们离差智商有没有别的问题呢 有没有别的问题 它其实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它的问题是在于说 智力这个东西哈 在多大的程度之内可以跟所有人去比较 智力照理讲是一个人能不能够适应生活的能力 那如果你在一大堆的人里面每个人都适应的很好 你凭什么说有的人比较聪明 有的人比较笨呢 那当你要去在很多人去做比较的时候 你就要去建立一个比较的标准 对不对 那个比较的标准就变得非常严格 没有弹性 它跟心理年龄不同 心理年龄会比较有弹性一点 但是当你做离差智商的时候 它变得很没有弹性 因为它就是根据长模来算的 它长模是要一个每一个人都遵守的共同标准 对不对 它就有一个非常刚性的智力测验放在那边让你去做 然后里面的题目 就是那些智力测验专家说 这个做对的就叫做聪明 这个做错的就表示笨 但真的是这样吗 那这些智力测验专家都比别人聪明吗 他们够资格去测量你的智力吗 如果他不够资格去测量你的智力 请问他凭什么去发展智力测验 这个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到底什么是智力 比锡量表发展的时候 特别比那在发展智力测验的时候 他其实碰到的问题只是一个小朋友在生活适应上的问题 基本的学习能力的问题 对不对 那个问题不严重 但是今天我们要拿全人类来做比较 每一个年龄 每一个族群 每一个国家都在做比较 那我就要问到底什么是智力啊 请问什么是智力 如果你去问智力测验专家什么是智力 他会给你什么答案 我告诉你这标准的答案就是智力测验 智力就是智力测验的分数 什么是智力 那智力是什么 智力就是智力测验所测量的东西 那智力测验到底测量什么东西 那就众说分云 那当然大家多少有些共识 这些共识是根据就是因素分析得来的 就是大家都认为说 比如说你做智力测验一定要测量数学嘛 对不对 一定要测量语文嘛 这是两个最基本的 对不对 那有的可能要测量你的空间啊 对不对 那你如果要做的更多 可能就很少了 但是通常这三个 就是语文 就是数学空间 这三个看起来是常常在智力测验里面都有的 那么有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智力测验 就是在书本上这边写的 叫做斯比量表 史丹福比达量表 这个在我们在台湾现在没有翻译本 现在台湾只有一个中文的标准 标准化的就是个别智力测验室 就是在当在进国中或者国小的时候去 就是做那个就是学生是不是该进一字班 要做智力测验的做那个分析的时候 是做决定的工具的 就是这边讲的 卫士智力量表 我想这边有特教系的同学吧 那个我想在特教系应该都有加这个 那新智系也会加这个 然后我们会办那个就是那个研习会 因为你要去做卫士智力量表是要有征兆的 那么当然那是一个很严谨的程序 它也确实就看起来有不错的性度跟效度 但是我要说就是说其实它纵然有非常好的 还不错的性度跟效度 不能说非常好 就是还不错的性度跟效度 但是卫士智力测验也不是测量所有的东西 它通常比较比较有效的 还是去测量那些比较低的 而不是测量那些特别高的 就是说你的成就其实是很难用智力测验来表示出来的 OK 那么至于智力到底是什么呢 我刚刚讲说其实太多的 太多的争议了 那到现在为止 有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两种东西 一种方法就是 我根本不必问什么是智力是吧 是什么吗 我只要把所有的智力测验 因为所有的智力测验都是那些专家认为这是智力 就找了一大堆的智力测验的题目 对不对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智力测验的题目统统放在一起 然后用一种数学的方法 统计的方法叫做因素分析 去做分析 分析出几个几种出来 我就说用所有的智力测验加在一起 也不过就是测量这几种能力而已 所以智力就是这些 这是用因素分析所得出来的方法 传统我们的智力理论都是这种方法得出来的 那另外一种方法就不一样 另外一种方法比较不能测量 但是它现在看起来却比较有价值 这种方法是从智力如果是生活的适应能力 那么我们人类在适应生活上 在改变生活在它创造生活上需要什么能力呢 我去想 然后去做分析 用系统的方法去规划出有哪一些智力出来 那这种最有名的 就请各位翻到后面 OK 在290页 你们听过这个人吗 有一个叫做Gartner 就是多元智慧理论 听过吗 一定听过嘛 那么 如果你没有听过 请你现在一定要记得 多元智慧理论 其实就是在台湾我们做教改的时候的一个 智力理论的基础了 那这个智力理论跟另外一个 其实我认为另外一个理论可能更好 就是智力三元论 这是Stanberg所说的智力理论 这三个理论 这两个理论呢 一个多元智慧理论 一个就是智力三元论 他们都不是从因素分析的方法来做智力测验的 就来做智力的 他们是根据 就是适应生活需要哪些能力来做分析的结果 知道吗 那用这个方法得出智力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这两种理论是跳脱出智力测验 也跳脱出因素分析的 那么这两种方法能不能去做智力测验呢 也有智力测验去测量这两种的能力 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很好很好的智力测验 OK我要先讲一下就是创造力的古典观点 跟现在的观点都不一样 比较古典的观点 比较古典的观点是认为说 创造力就是有一个特定的心理历程 然后这个特定心理历程 它有某些特质 某些人会比较高 某些人会比较低 那创造力跟智力之间 是不是一定有很高的相关呢 有的 一般认为说创造 这是古典观点 我要强调它是古典观点 创造力跟智力是有相关的 有正相关的 但它相关没有非常高 大概只有中度的相关而已 也就是说一般的人 智力不是特别高的人 他也很可能很有创造力 但如果智力很低 他就没有创造力了 就是你可以这样去想象 那是不是智力很高的人 就一定很有创造力 那也不一定 他们两个只有中度的相关 但是创造力呢 被认为说 如果你是创造 你就有些特质 比如说 以我们刚才所画的图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些特质 我讲一些特质 给你们听 给你们的作业里面 有一个题目叫做 请你们看到 刚才我发给你们的作业 第一个题目 请你们去找一找 就是你在网络啊 书上都可以找到 有个学者叫做Torrents 事实上有一个 很标准的创造力测验 就是逃浪失智创造力测验 请你去把Torrents的 那个东西看一看 然后Torrents说 创造力是什么东西呢 他说创造力分成几个 就是说他就是非常古典派的那种 创造力的观点 第一个创造力的观点 就是什么是创造呢 创造是表示你很多惨 一次就是在同一个时间里面 别人可以想出五件事情来 你可以想出十件事情来 你多惨 那样子就表示没有创造力 比如说我今天问你说 铅笔有什么用处 你就开始写吧 你这个铅笔有什么用处 写字还有呢 画图还有呢 说什么 用来丢人 对不对 还有没有 还蛮难想的 不是吗 你可以把它当筷子 或者把它当叉子 对不对 OK 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说我给你一分钟 你去写出铅笔的用途 有的人可能可以写出五个 有的人可以写出十个 那我们说十个人 他的流畅性很强 就是他脑袋里面 就出现一堆 那有的人 脚尽脑汁就出现两三个 对不对 就将狼才尽的样子 这样子 那我们就说 那个 一次就可以出现很多的人 就是流畅性很强 我们说他是创造力的一个表征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出 如果你画的那个图里面的 内容越来很丰富 那可以说 你是很有创造性的 如果你画这个图 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单调的 那就是流畅性是不够的 对不对 OK 这是第一个观点 那第二个 流畅他本身 没什么了不起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只是流畅 但是我想了想去 比如说 如果你说铅笔有什么用途 可以写字 可以画图 可以做计算 可以写英文 可以写中文 可以写法文 你可以写出一堆来 对不对 OK 但是他其实都是 做一件事情 就是写 你没有想到别的用途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子 他就说 你可以想 他就是在同一个项度里面 一直在那边想而已 他没有跳到另外一个项度去想 当你说 铅笔除了可以写字 还可以用来当飞镖 那你就想到了另外一个项度 对不对 如果想到说 铅笔可以拿来当筷子 那你就想到另外一个项度了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 在同一个项度里面 想事情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如果说 你今天要跳到另外一个项度 去想事情呢 就比较难一点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你的脑袋要有 有这种创造力 通常你可以跳出框框 从这个框架 跳到另外一个框架 再跳到另外一个框架 会跳出来想事情 那这是我们就叫做变通性 就是说你会变通 那就是说 当我们说你可以写出很多很多项目 当然是表示你有创造力 如果你在这些项目当中 一下想到是做这个 一下想到就是像 那个项度不同 那就表示你的变通性也强 对不对 就像我们刚才有张同学的话 就把两个框框结在一起 那就是说 他不受框框的限制 那就表示 他的变通性是很强的 懂我的意思吗 OK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如果有创造 就表示说 你可以常常在不同的项度想事情 那第三个观点 就是不同项度想事情 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说 如果我跟你两分钟的时间 去想铅笔做什么 写字当然大家都会想得到 那可能做飞标 大家都想得到 那就没什么了不起 对不对 虽然你有变通性 但是每个人都有变通性 你就没什么特色 那有一种创造力 创造力之所以可贵 是因为别人没想到 而你想到了 对不对 所以创造力有个特色 除了变通跟流畅之外 还有个特色是什么 就是独创 就是大家都没想到 而你想到 那这个就是很搞不起的 一种创造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 三个同学拿出来的 其实都蛮有独创性 就是很多 你从来没想过这样子 大部分都没想到 可以这样做 那他可以想到 那这样就是独创性 对不对 但是你 你很有独创性 你很有变通性 你很有流畅性 但是你如果用这样 你有这三种性格 然后你把它写成一篇文章 我写一本小说 写一篇散文 但是你头到报色 没有人会用你 你给别人看 人家都不想看 有没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因为人家看不懂 因为你的文法不够好 错字连篇 没有人要看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具备了前面三种特色 你还要具备一种特色 最后的一种特色 就是你要把它精致化 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他的东西是可以精致化的 精致到别人可以接受 可以理解 你可以想说 我天天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非常有创造力 我又有流畅性 又有变通性 又有独创性 那这问题是 我无法把它精致化 就没有人可以接受你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传统的 我说 Torrent是说 所谓创造 就这四个观点 就是你有这四个条件 你就说有创造力了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 传统的 比较古典的创造力的观点呢 就是当创造心理学的时候 我们常会这样子说 说这四个 但是我们现在说创造的时候 我们说 其实这四个 只是从纯纯心理的角度 去想问题的 真正的创造力 真正的创造力 它的来源是什么 为什么人要创造 你在生活里面需要创造吗 你到现在为止 创造过几种吃早餐的方法 或者你到现在为止 创造过几种穿衣服的方法 这个都是你天天都在做的 但是你好像也很少创造 对不对 有的时候创造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创造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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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